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30日的Bilibara Finance 今個星期最有名的新聞,對加拿大人來說 當然是Burga King提出收購Tim Hortons 為何這麼矚目呢? 因為加拿大人一直以Tim Hortons這杯咖啡為驕傲 甚至乎有說過當加拿大軍隊去到歐富汗或世界各地 來維持和平任務的時候 都會帶上Tim Hortons咖啡 甚至乎Tim Hortons故意在那些地方給人喝咖啡 聽說以前打二戰的時候,可口樂都做過這樣 最後令到全世界都喝可口樂 所以可能是一個很Smart的做法 Anyway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經常喝咖啡 你會看到每一早上 周街的Tim Hortons都排滿了人籠 你去買杯咖啡喝,我公司也不例外 永遠會在那裡喝咖啡、聊天 之後就拿一杯咖啡上去 和香港大家一起買一杯奶茶 我相信都差不多 但是既然這個是加拿大人開的咖啡 始終有一種情意 就是當美國人來收購的時候 總是不開心 那看看過去的 例如Chapters 例如Future Shop 都被美國收購了 現在兩間公司都做得不太好 Best Buy和Indigo 看看何時會收購 那Tim Hortons被Burger King收購了 又會是一回事 除了程義傑之外 說回收購合併的本質是甚麼 多一點點 然後我再評論 究竟這件合併是好事 還是不好事 那我就不會說 究竟政府 又或者是市民 股東會不會通過 這個合併方案 因為對我來說 是很難評論 正常的行動 各方面的事情 比較困難一點點 我不是做這方面的股測 純粹是做分析 OK 那收購合併 首先我們要看 一個正常的商業活動 無論大公司、小公司 他們都會的 問題就是Nature 是甚麼 有不同的 例如一間公司 他可以收購 一間同樣做同樣的東西 的另一間公司 例如早前 這個News Corp 現在改了名字 Fox 他就收購 Time Warren 初初打算 大家都是 這個media entertainment的公司 做賣的 是很類似的 所以他收購的時候 有個問題 究竟他會不會有傳媒性的壟斷 這是橫向性 和類性的收購 第二項是 類似的產品 類似的產品 有多些分別 但就是很類似的收購 這次Burger King收購 Tim Horton 也有類似 Burger King是做快餐的 而Tim Horton 雖然做快餐 但他會比較專注於 賣咖啡 如果大家喝過Burger King的咖啡 你都知道是難喝到牛 而且你會 基本上你不會喝 他收購了Tim Horton 一間咖啡公司 另外有些是 是完全不接近的收購 這個就是 譬如中國移動 他早前收購上海浦東銀行 這完全沒有關係 是一些雜貌 都有這樣的收購 他可能最主要就是 愛錢多 與其保持錢 不如買一間 回報高一點的公司 這個都未定 而且透過那間公司 去做一些服務 令到我自己本身的 價值相對的減低 然後另外還有 就是一些 譬如他本身做的製造 他收購下油的業務 或者是上油的業務 例如 美國這間很大的油公司 Coloco Phillips 他之前分拆的時候 他就賣了很多下油的業務 給其他的油公司 下油的意思是 譬如油站、運輸等各方面 他只主力專注於 開採、砍探和提煉等各方面 然後就拆開了 一個開採 另外譬如你也可以 所以有些公司買些油田 令到他自己的庫存多些 各方面 那為何這個Nature 那麼重要呢 就是究竟他 在那個收購合併裡面 記住 每次收購合併 其實都是用一個 market value的價錢 即是說 大家供應的那個數字 是市場的 那麼當他收購了的時候 不代表那間公司 就會自然地做得成功了 賺錢多了 同樣都是那些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 你如何在之後 結婚之後 再建立一個synergy 那就好看那個Nature 那麼如果是同樣的 那麼他純粹是大了那個市佔的話 那麼究竟他是自己鬼打鬼啊 還是需要做多少少的 Renovation 磨合啊 又或者是 Cut off 那些才能夠做到那個效果呢 那換轉為Burger King和Tim Horton的Case 因為他是類似 但同一時間有少少不同的時候呢 那麼究竟現在和之前 因為Tim Horton是Wendy 那麼很多店舖 Tim Horton都是貼著Wendy 那麼究竟他是由他繼續獨立 因為他是Franchise 兩間都主持了 那怎麼辦呢 那麼他怎樣跟Wendy拆數呢 那麼另外會不會就是 有兩間媽媽公仔一起出現呢 又或者Burger King 會不會有Tim Horton的咖啡呢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Unknown的 那麼當然啦 在那個Nature上面 其實我也覺得是好事來的 因為呢 Burger King的咖啡真的好差 再加上其實你看到 麥當勞過去幾年 他有了MCAFE之後呢 那個的成功呢 是有目共睹的 那Burger King可不可以因為Tim Horton 而有了這個成功呢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要看一下啦 那但是In another case Tim Horton一直的路向呢 就是他 他是加拿大人的咖啡 那所以你看到呢 他在加拿大是非常之成功 他雖然他好過什麼 country style 各方面 就是那個profit margin 他為什麼可以收到那麼多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他是Tim Horton 他是加拿大人的咖啡 但是你看到呢 他當他嘗試走出去 譬如去到這個 紐約 美國部分地方 北邊開店的時候 他那個的成功是差很多的 有人會想一下 買Starbucks 有人買其他都不會買他 那他真的要走出整個世界的時候 透過Burger King 是不是真的會成功呢 這個是 questionable的 因為過去走出去都是一些比較失敗的例子 經常是加拿大人 敗亦都是加拿大人 OK 那跟著我們看 究竟那個 合併上是regration 是不是有benefit 那很多人都說 Burger King轉去這個加拿大 造成加拿大的公司 那其實不是真的 Tim Horton變成美國公司 而是Burger King變成一間加拿大公司 那對於整體來說 有沒有benefit 那如果是Head Office 算的時候 那relate就是一些社會責任上面 就會涉及一些很多lay off 所以收購合併的時候 他某程度上是 Q了很多的職業 但當然你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outsourced 有很多東西是減不了 其實是數字遊戲而已 Q了很多職業的時候 同時間在另一邊商 可能製造了很多職業 很少人會說這件事 但無論如何 美國的corporate tax 就是40% 真正的corporate tax 而加拿大已經達到25% 似乎在regulation上 至少Burger King那邊 都能夠長遠來說 有少少受惠 但如果你看回 Burger King的 金融資訊 我們看 金融資訊 我們看 我們看 其實他現在 他的 income 就是322 最新的那個 但After Tax 是2337 即是說 他長期以來 都是納了30% 而不是40% 而加拿大是25% 所以 technically 你是可以說 實際上 只是省了50% 而不是很少 所以 當我們分析那個嗎 不可以真的靠著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 你那個 income 涉及很多的 depreciation 各方面的東西 那些 tax rule 是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那個 taxable income 和這個 accounting income 可以有很大的出入 而這個出入 亦都可以令到 這個 Burger King 真的轉了所謂的 25% 其實不是真的太大 那麼究竟 美國政府會不會通過 這件事我都說少少 加拿大曾經有試過 Bell Canada和Telix Mobility 嘗試去轉做 income trust 因為比較低稅率 就將它當時 是大約30%的稅率 減到十多個 Income trust比較難計算 因為它是要 將75% 排息 但是在75%才納稅 比較近一期去計算 究竟它真正納稅是多少 十多個百分之多 那馬上一半 最後加拿大政府當時的財長 他已經過世了 但也是一個很成功的財長 那他就 做一個很 很缺絕的做法 就是 如果你現在 立即收購合併的話 全部作費 你仍然會拿回那些稅 之後 假如是 所有的 income trust 就因為被這兩間公司交到沒有數 他好像是2010 我忘記了 就要全部轉回到 regular 的 trust 於是 就停止了所有公司轉 我想美國 如果他覺得這是一個損失的時候 長遠來說 他都會有相關的措施 去嘗試倒絕 但是當然 你倒絕一個跨國上面的活動 其實是遠遠困難過 在國內的一些活動 所以再加上 其實 加拿大或者美國都好 某程度上 阿阿騰騰也是在做一個 大市場小政府的做法 即是嘗試不去騷擾這麼多市場的商業活動 除非這是一個比較戰略性的一個企業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停止它 我相信那個機會是比較小一點的 也未必停止得到 OK 接著我們看看他們的找數方式 BergerKing提出收購Tim Horton 他就說每股 就給回65元 Tim Horton 其餘呢 就是令到Tim Horton可以換回0.8%的新股 0.8%的新股 對0.8%的 每一股Tim Horton換0.8%的新股 BergerKing 收購後 他只會佔5.1%的新公司 而BergerKing原有的股東 大約就佔3成少些 而Tim Horton就佔2成多些 變成其實呢 Tim Horton會佔大約接近四分一間新公司 BergerKing也是接近四分一間新公司 為何我們要知道這件事呢 就是究竟BergerKing有沒有能力找數 而找完數之後會不會攤薄股東盈利呢 如果我們看看 Tim Horton的股價 本身升值之後呢 是10.65 billion 而BergerKing這間公司呢 是11 billion 簡單來說呢 即是說呢 那兩間公司呢 與其說它是收購呢 那不如說這個是一個合併 因為呢 兩間公司的大約是差不多大 而他們的錢狀況呢 现在呢 人物的錢狀況呢 我們看一下BergerKing呢 他們的錢狀況呢 只要7,86 就算你是有 axes 當然你看他的靠底線 Gamble 那都是1千 大約一定就是 3 billion 我們看看Tim Horton,看看是否能幫助他 Cash 亦是很少 這些其實也不是Cash Occurrent,即是只有2-300 Debt 同樣也有1 Billion,即是有4 Billion 的Debt 而Cash 只有1 Billion 如果是這樣,即是他本身是有-3 Billion 現在他要收購這間公司的時候,既然Tim Horton 本身已經有10 Billion 推回頭,65元大約是6-7 Billion 即是他其實需要額外去借 我們知道巴菲特和Fiji Capital就要借給他 借的利息大約是9% plus 1 option,他可以買入新的股票 如果這樣計算的時候,其實這個收購是扣後息來收購 所以就算是在Nature 方面 Burger King買Tim Horton有一個贏的優勢 但是在那個找數方面 就要看看究竟他贏了的 能不能夠找到這麼多的9%的利息 因爲這個都會令到他整個 Portfolio 會 盈利低了 這個是值得來思考的 然後再說回Size 我們剛才說了 Burger King是11 Billion 這個Tim Horton是10 Billion 之後呢 因為他收購涉及 那個股票的轉換 或者新增 所以呢 他究竟 最後收購價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暫時來說,根據這個Burger King的股價 就應該是大約 90-94元 Tim Horton 來給收購 大約是Tim Horton 達到11 Billion 那兩家公司 既然同樣 那麼大 而是一個合併的時候 那通常就會遇到 一個比較大的衝突 因為如果 蛇吞 像 這樣的時候 那個控制權 究竟去到哪裏呢 我們之前看過一些蛇吞像的例子 同樣是 遇到非常之大的 爭議 以及不歡而散的 很多這樣的例子 因為兩邊都不服大家 那 因為Tim Horton是 加拿大人最上級的咖啡 他長期以來 都是有一個 蠻好的 一個Income 的回報 你看到他是很平均的 但是你看看Burger King 他新上任的那個CEO 是的確 就令到 那個profit 來到去提高 但是呢 這個只不過是 說最近那兩年的事 尤其是 他那個CEO 本身33歲 是一個空降的 在Fiji Capital 那個空降 下去的 那麼 變了你是 有錢 你大了 你是 贏 但是當你收購了 Tim Horton的時候 人家 那個是老行專 那個是有經驗的 那究竟會不會是 有好下場 大家一起 work together 那如果管理層需要磨合 需要來到去 混合的時候 那一家公司 只會有一個CEO 只會有一個 決策權 只會有一個 CFO 那麼長遠來計 那究竟是一件 好事 還是壞事呢 這個是值得來到去 concern 當遇到有 衝突 有問題的時候 兩個人容易解決 但是兩家公司 就不是那麼容易去說 OK 然後最後 說到投資方面 收購合併 可能對那些企業家 對管理層 是 為什麼呢 都是贏的 因為他們一定會有 extra bonus 但是對於股東來說 是不是贏的一個 決定呢 現在你看看 Burger King 他呢 自從收購併公佈了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的股價 已經升了 20% 而他的PU 就升到上 42 而Tmodern 也不少了 升到上28 本來 就20 20頭 這樣 現在升到上28 那 變了 意思就是 他也是升了 20% 而 假設他會再升 多一點 如果他的收購合併 過不了的話 他就會 倒下去 如果他的收購合併 過了的話 究竟他會升多少 可能上升空間也有限 於是我們就取決了 究竟 他收購合併之後 能否能夠 真的足夠的 而去 他能夠蓋上9%的借貸 這個有點像公佑 而他的公佑 不是 3厘 是9厘 然後 而 不單止 能夠蓋上9% 而是能夠蓋上更多 做強 做大 如果這樣的話 就值得 如果不是的話 抱歉 已經升了20% 所以 拜拜 這個我相信是 投資者需要做的決定 我自己就沒有持有 鐵摩屯 也沒有持有 Belga King 亦都不會 可惜 因為 我買不到 之前 因為我本身 暢期來說 就不持有 他的時候 這20%亦都不屬於我自己賺的 我亦都不會覺得是跌了 所以 賺不到就 賺不到 至於我會不會再買呢 我是不會再買的 本身我已經有 這個 麥當勞 已經有 Tim Hall 不是 已經有 這個 Starbucks 所以我不會考慮 這兩間公司 今天講長了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la Finance 下次再跟大家更新 市場上 或者是一些投資上的 knowledge 多謝大家